跟大家聊聊最近在我身上发生了什么 为什么这么长时间没有更新 这是我昨天在医院那边拍的片子 还有给出了一个报告 这是我的名字 上面的诊断意见是支气管炎 并右下肺轻度感染 是属于肺炎 在跟医生咨询的时候 他就给我开了两个方子 一个是咽血的 还有一个是拍片的 拍片的结果是这样子 我不太会看吧 有会看的朋友可以帮忙看一下 这就是我的排骨 医生说我的右边的这边是有一点感染的迹象 感染了一个普通肺炎 但是后面确诊的话医生跟我说了 算是一个普通型的肺炎 但是建议的话我这几天哪里也不要去 因为就大年三十以来吧 那个时候我就开始有这种症状 然后从那天开始 我就基本上整天都没怎么出门 自从确诊了之后呢 我才这两天才慢慢开始出门 等下呢我花一点时间说一下 我最近因为全国已经进入个戒严的一个状态了 大部分人呢都是在家里面 被我里面躺着或者看电视啥的消耗时间 已经进入现在全国已经进入一个一级公共卫生一级响应的 非常严重的一个事情啊 在大城市里面现在是不戴口罩 包括广州佛山那地方不戴口罩的话是不允许上街 如果上街的话 一般那些交通工具啊都是不允许去乘坐了 省道也好国道也好高速也好 大部分路口的话会设置一些路障来拦截一些返乡 或者说回城的一些量体温 这个视频呢我是拍了只会上传YouTube 因为国内的话很多东西都不让讲 不让公开讲 特别是我们这些做自媒体的特别要小心一点吧 总之的话我会把一些民间流传的一些信息 官方的辟言消息也好 各方面的消息也好 我会发一些到YouTube上面给大家看一下 大家自己作为一个判断吧 首先是前段时间有一个武汉的朋友发给我的一个聊天记录 说是一个在医院里面的一个办事人员 他在那边 他是一个广系人啊 第一天到武汉那边做支援工作 他说跟新闻联播上面播的不一样 现实中的情况比电视上面可怕多了 很多算了大家自己听吧 我也不做那些第二方加工啥的 我今天已经上了一天的班 已经下班了 四点多钟下班 已经来这里崩溃了半天了 真的那种感染 这个电视那里包到的可怕多了 蛮多 他们一生出来的估计大概有十万人 我们今天那里十几个医生 一天都看了一百多个 蛮多都已经不行了 我的位置置 然后假如这里老 说政府的 不是说在你们那里置吗 但是政府让我们开始置 根本谁我无知都没有 他们相伴之乱都搬不了 我觉得后续完全不行 我们在那上一天 把整个人的心里都快崩溃了 都已经受不了了 他们在那里求我们的时候 我们都一变办法都没了 就看到一个好生生的人 叫他慢慢的都不行 所以你们的务力 一定要做好防护 千万 千万不要等到这里 相信政府 我觉得全部都得要靠自己 就是这一段 官方人员呢 也在抖音上面 做出了一个 一个辟谣吧 说是主要是针对人数 这个人他 他确实是一个护士 但是官方人员辟谣的时候呢 他主要是针对这个 十万的这个人数 做出了一个辟谣 他说现在的话 没有任何根据 说有十万的确诊病例 没有 没有这个数据 可以看一下 现在已经确诊的一些病例 还有就是 治疗还有死亡的一些人数 上面都是可以直接看到的 现在确诊病例的话是 六千零一十四个 比昨天要多了 一千三百八十三个 疑似病例有 九千二百三十九个 死亡了一百三十二个 治愈的一百一十个 这数据也是非常吓人 没有什么其他别的意思 只是给大家作为一个参考吧 这些都是一个真实的数据 给那些想知道真相的人 还有另外一个是 哔哩哔哩的一个视频 传的不怎么样 但是也是一个真实的视频 它的标题叫做 一个武汉病例的真实字数 四天内从自我隔离 留到流落街头 大家直接听吧 因为这些都是 一个主流自媒体平台 算是一个可以公开放出来的东西 它是通过审核的 一般放出来没有问题 但是通过我自己口述的话 可能会有一点偏差 大家直接听原文就好了 我现在在江南区新野楼 回过去这个楼口 我现在在那里也开不了 我的身口起码是 你用私衣的盒子 起码说你要排查我吧 你不是让我到处跑呀 你现在把我关起来 都肯没人关我 我不在这里不走 对我的家人 对我的朋友 对大家的负责 但是谁来对我们来负责呢 我家就你华来的海费市场 一公里 我也没吃饮 我也没接受 我们的发烧人 但我们最近开始都不知道 请你对我们的乐运 请你这个 也知道 大家都听到了 这些东西 都是我在网上收集的 一些相关资料 我只是作为一个搬运 我也不再做第二次加工 大家可以自己去感受一下 自己心里面 自己思索吧 等一下带大家出去街上看一下吧 现在车位好找得多了吧 因为以前连续十几年吧 这条路运营开始了 每年都是找不到停车位 今年的话好很多了 那边有一个 路上都能找到停车位 带大家去看一下我们当地的药房 像这些最基本的医疗物资 现在还能不能买得到啊 周围支出店 你好 你们这些人说 怎么买到 口罩没有 口罩没有 想要 喉喉啊 你准备起来吗? 你准备起来吗? 不低啊 你走我再走我 我现在是在游啊 那是游啊 走一下 现在到处都买到 但是呢有个热了狗的消息啊 这里是一家奶茶店 感觉这应该是我这辈子过得最无聊的个年了 后面这么多高楼大厦 开店都开始营业的没有几个 我有几个亲戚呢是做医生护士的 然后前两天去找他们要口罩呢 他们说也要不到 因为他们即使是上班的时候 也是一天只能发料两个口罩 拿着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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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拿着口罩 不敢发交 没想到 给大家 没想到吗 没想到吗 我们还有两个口罩 拿着口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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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由吗 我没想到他忘了 他有 刚才来的吗 刚才来的 我没有没有 那是飞样的 这是十秒八十秒 有没有那种飞样 啥子 你干什么啊 飞样啊 干嘛那种飞样啊 你怎么吃点啊 我给你一个干的要够 够了 走走走 你干什么 谢谢 从小玩到大 就因为我 我得了肺炎 他就不爱我了 我吵 回来了 我朋友叫我 回来 不要跑到外面去了 有点肺炎也把身体养好再说 其实我现在的话 没有大家想象那么严重了 至少我是不会发热 而且吃完那些药之后呢 也不会有咳嗽之类的现象 身体情况的比前段时间要好很多 但是还是有点呼吸不畅吧 本来想去其他地方转一转 已经有好好久没有到时候跑一跑了 我如果不小心牺牲了那力情就交给你们吧 说一下这段时间我在这边收到的一些消息吧 都是关于一些官方的一些信息 第一的是 现在 其实只要是国外的一些物资运进来 华人华侨捐赠的一些物资 或者外国人捐赠的一些物资 只要走的是一个国际 国内航空 都可以免掉一些费用 但是要看具体情况了 因为我现在看到的话 只有抖音上面报导的两三单 那具体是不是全部都这样的 我也不太清楚 第二是首富王建林的话 他的万达广场 是免去了一个月的租金 大概有30多40亿的样子 还有第三的是 现在国内基本上是 全全部发动了 全部人员都往武汉那边捐赠一些 必须的生活用品 口罩啊 防护壶啊 之类的去支援武汉的朋友们 其实在这件事情的发生之前呢 我也一直以为 中国人什么事情都是足利为主 但是这件事情发生之后呢 对我来说 其实有个很大的改观 其实 足利为主的那一批人 永远都没有变过 然后 一批更好的人呢 就是 觉得自己的国家为主 国家为大 什么事情都要为 以国家为一个中性的人 也从来都没有变过 像现在的话 也是非常多 那些药贩子 打卖这些口罩 有的比较廉价的口罩呢 已经从几毛钱一个 炒到几块钱一个 三四块钱一个 有的药房的话 我知道最高的一家是被罚了三百万 就是为卖口罩的事情 也对 我也对我们这一代人有一点改观 就是我们九零后嘛 很多人都说我们九零后是废掉的一代 是废青无所作为的一代 但是这段事情过来 我发现 其实很多 像我们九零后的人 也是一不容辞 去前线 去帮助 那些需要帮助的人 因为 这个病的传染力度是非常非常强劲的 现在已经有很多医务工作者的话 已经是被感染到 有我知道的有三例医务工作人员的话 已经是因为感染到了这个病毒而而牺牲掉了 但是他们还是至高奋勇去帮助这些需要帮助的朋友们 希望这件事情赶快好起来吧 好了喜欢我们的视频请观众哦 拜拜